他就打電話跟我講說 我有事情想跟你講 結果我就說沒什麼好講的 他就硬要來 結果來我家樓下 他就跟我講說 躺在床上 我突然發現 然後剪刀就在他的旁邊 他就割我自己 而且他那個時候醒來的時候 他是跟我講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就很恐怖了 這個各位主持人 各位先進們 各位哥哥姐姐 大家好 我是屁孩 屁孩好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一些大學的故事 首先這第一個 就是 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聽到這一句 你本家故事搞大了 前女友被一個學長拔走了 對 然後我想要把他追回來 但追回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大學 很孤單 覺得很冷這樣 那時候我就有一個床伴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 好好喔 好好喔 喂 羨慕了嗎 好羨慕 我是在講心樂的故事 好好喔 對 來 羨慕心樂 好 床伴 找我那個床伴說 我要把我女朋友追回來 但我這陣子就是很孤單 我想要有人陪 好帥喔 他也知道 他知道 他都知道 講名了啦 對 講名了 那個時候我很傻 我覺得這樣好像講名了 他也說OK就沒什麼問題了 然後到時候我也還真的 把我的那個前女友就追回來了 這個床伴就 可能就滿不識滋味的嘛 他就打電話跟我講說我有事情想跟妳講 然後結果 我就說沒什麼好講的 他就硬要來 結果來我家樓下 他就跟我講說 我懷孕了 對 我就去買驗孕棒 對 至少我要自己看 因為他的精神狀態其實不太穩定 OK 對 我先出去買第一個驗孕棒回來 然後回來他去廁所驗完之後 是沒有懷孕的 我就說那怎麼會這個樣子 他就突然爆哭 你知道嗎 他就突然說 我以為妳要的答案是這一個 所以我剛剛沾馬桶的水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好 沒關係 那我再去買第二個 然後我再去買第二個回來的時候 你在旁邊看 我也沒有看 是沒有看 那確定有沒有沾馬桶的水 無所謂也都看過 對 買還第二個回來呢 第二個回來撤不出來 可是你知道驗孕棒其實很難壞掉的 就是照理講不會 不會撤不出來 就是沒有結果 連線都沒有 我想說好 那我就當壞了 就是我再去買第三個 那藥局會不會說 奇怪 這個使用量很高 狂驗 對 就同一間這樣一直來回買 身體很好 然後這樣 只要經過門口那藥局 買驗孕棒 好 驗孕棒先生 我們都被你掃光掃啦 掃光放那邊 掃貨 不用囤啦 不用囤貨 沒關係 年輕人 結果就 對 第三隻買回來 他躺在床上 我突然發現 我的床上全部都是血 然後剪刀就在他的旁邊 他就割自己 而且他那個時候醒來的時候 他是跟我講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就很恐怖啦 然後去看大院看醫生 結果看醫生 到時候那醫生說就是沒有懷孕 他那個血拿來的 他用割的 對 他就傷害自己這樣 超狠 這個太恐怖了 恐怖情人 我覺得喜歡他可以 但我懷孕了 你要記得 會講到這句話的時候 你一定在之前惹毛他了 對 其實是 當然啦 因為他就是 因為他那個又追回來 你知道他不爽啦 你那是看起來好像對他很誠實 告訴我我要去追我前女友 講這句話 說實在你那時候講這句話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在顧及他的感受 我自己貪了這個小便宜了對不對 不是 貪了小便宜 就是你要為自己找了一個地獄 身體都小便宜 你這樣好想 我暗自自己去浪化 好砸喔 好砸喔 真的棒喔 你真的活該自己罵 有拿到Bonus 所以他讓他說 但我懷孕了 這句話不管聽起來有多恐怖 都是你贏得的 是 真的 不好意思 活該的 真的活該